新加坡游客在丰盛港滑艇失踪的事件今天也有新进展 两名新加坡男女乘坐的独木舟今天被人发现 但是两名失踪者至今还是下落不明 大马海市执法机构向媒体证实 渔民在岸上发现的独木舟内 寻获了失踪男子的证件和个人物品 昨天当局已经将空中搜寻范围扩大到900海里 而海上搜寻范围则是扩大到600海里 海市执法机构丰盛港区主任哈里斯·法吉拉表示 到目前为止参与救援的人数已经增加到122人 除了海事局和消整局以外 当地的居民和渔民也加入搜寻行列 他表示已经出动三架大马海市执法机构飞机 和九艘船只进行搜救行动 62岁的陈永顺和57岁的潘玉珍 是在上个星期四下午5点40分左右 在靠近丰盛港海域进行独莫州泛州活动 十调队与其他的13名队友失去联系 宣告失踪